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你告诉我 从此以后我会消失在你的生命里 2013年陈强文演出《笑诱江湖》 让她被封为最舞魅版《东方腐败》 任何她从此跻身复笔是中国名人榜 可以想见片酬非常可观 但随着范冰冰事件后 中国网店局发布献酬令 艺人的税率将从6.7%暴增到42% 400多间影视单位也联合发表声明响应 但这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我觉得吃东西是一个非常放松 而且吃到美食你的脑中会分泌多巴胺 会令人家愉快 而且我爱不爱吃关你什么事 就连中国大陆综艺节目 都能嘎上一脚的陈乔恩 据传现在一部戏的片酬 高达8000万人民币 相当于3億6000万台币 但根据献酬力规定 演员每一集的含税片酬 不能超过人民币100万 也就是台币500万元 含税总片酬也不能超过人民币5000万 大约台币2亿5000万元 也就是说陈乔恩将只剩2亿酬劳 直接被大砍1.6亿元 虽然损失惨重 但想继续捞筋 还是得好好配合才行 三星人总报道